好,下一套了,KumaKuma,即是甚麼? KumaKuma,即是由遊戲原作改到過來的 這個就是女神移民屋,第四代 那麼這套東西呢? 我們要補充一下,在香港的樹林說的東西 就是,嘩,這套東西,它真的是照搬遊戲過來 非常之忠實,有多忠實呢? 因為遊戲呢,男主角作為大家代入的RPG類型 好像應該是,那樣的角色呢,男主角是沒有性格的 這裏的男主角都是沒有性格的,甚至是說話 所以是非常忠實般 為甚麼忠實呢? 最初你見到每一集會站在房間裡,一男一女跟你說話 你事點就是玩家事點,看著兩個男人 一男一女在房間事點,看著兩個男人是你玩家的 遊戲跳時間會有2月14、2月15日跳跳跳的 就是遊戲,完全是遊戲的風格 所以很完整地搬回來 這樣應該是好事還是偶事呢? 喜歡打遊戲會覺得,嘩,好有遊戲的感覺 喜歡遊戲的可能覺得,甚麼動畫這麼奇怪 但這套是動畫來的 其實是否當一個日記 今天發生甚麼呢? 類似遊戲交代,2月14日發生甚麼事 誰死了,20號的學生發校 就是這樣 未來日記,我忘記罵日記的東西 隨便吧 那樹齡還有說甚麼? 樹齡大概都說你了,就是他很照樣搬過來 搞到男主角沒有性格,變成更加沒有性格 照搬不毛嗎?照搬應該是好事 但這套是動畫 不過他好像... 看起來好像覺得他很空氣 那個主角 不,他覺得... 不像男主角 有點特別的地方 應該說他最初你看到... 他戰鬥力是男主角來的 我很老實地跟你說 我知道,但是... 開外掛金鎖子圈可以 但你看不出他... 他有一個精靈球的 你看到第三集就知道 誰知道第四集會有第四個、第五個 那就對了,Binary Fusion 他好像升級嘛 第三集去到Level 2 不是Level 2 他換了屎膜 換了屎膜 不知為何會換了 不如從頭講起 那就說,男主角就是成事人 就搬了去一個鄉間地震 當然你也認識一些新朋友 有個有錢仔,類似吉吉祥那些 吉祥那些 單貨公司的小女仔 一個很喜歡中國功夫的女仔 龍之子你 這就是龍之子 好相似 好相似 一個平常小神 殺到神秘的殺人事件 這個泰間斌年的龍之子 殺到殺人事件 通常在龍霧之下 在昨晚上的電視機的人 突然是五夜空靈 報新聞的人應該死了 看到五夜空靈 然後主角群不經覺意 五夜空靈 然後主角群不知為何那麼多手 就新進了電視機 進了電視機世界 發覺原來在現實世界 有另一個暗知世界 我不知道自己會殺自己的 即是電視機裡面打機 進入電視機裡 不是多部PS來打 類似一個世界結界的地方 即是二世界 即是二世界 那是衣類的角色 但在動畫裡面 是做得最好的角色 我覺得是 因為印象最深刻 每一句說話就是Kuma Kuma Kuma 他有語尾 就是語尾 Kuma 即是他告訴人 我是熊 我是熊 熊仔 熊仔很害怕 Kuma 是熊仔 然後閘裡面 什麼都沒有 空裡面 是側的 還有一條拉鏈 不知道為何 中間 黑漆科技 不要理會 很有趣 他身為一個二世界的解說員 對 不過一開始看第一集 就真的不太明白 即是 不太知道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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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有一個卡片 可以放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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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他已經知道 他有卡片用了 因為第一集 即是 覺醒 覺醒 可以運用 是很快有 我看說明書 是這樣 然後其實 第二集就好一點 明白 其實都不是好一點 然後應該挺悶 應該是每一集 一個角色 都是這樣 每人去拿一張卡 收個小精靈 應該就是這樣 是不是 收服他自己 好像看到他 OP是很多角色 對 於是道理上 他應該每一集 一個角色 應該是 所以可能要做到 七八集 才做好一些角色 然後才開始講講 故事 然後最後一集 就是打大哥 其實 我沒有玩過遊戲 我懷疑大哥 第一集出場 我懷疑他 我懷疑是他 我懷疑 我懷疑 你懷疑是那些 是甚麼電車 我沒有想到 我懷疑 那些小精靈 那些小精靈 我懷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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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正口說 約他出去 我打算推他電視機 他會死 推他電視機 我懷疑 推他去電視機 我懷疑 她懷疑自己 通常搶妏 並留待自己 又有卡片 不 想看到自己的內置 我是變態 стать 萊姆 我要ỗi 我懷疑 當有馬 而是CH siglo 進電視機的世界 你就是要承認者變態 我一定沒事,因為我不會承認者變態 你是我,我就是你,yes,搞定 不是,電視機裡面的有馬是正常 原來我是正常 你才不是我 但是他不承認 你不是我 其實我跟你說,你是錯了 你不應該承認你是變態 你是變態生事 那我吐槽完了 有電視世界 回到動畫 總之你去到這個世界 看到你是一個暗的自己 人的內心後面本身 那是屬於自己 另一面 但他是 不想承認自己有這一面 其實挺悶的 每集都,我們有怎樣喝 但是人物是 每集才出的 你根本之前都不知道人物 他是怎樣的,然後一說就跟你說 所以他可能 即是他沒有鋪排 那就變得很突然 就是單元 單元 真是單元 好像第三集是千層雪茲 過去其實沒有怎樣描寫過 第三集要他 因為雪茲已經出過兩次或三次 即是這麼說 我是雪茲沒有保養 我是凌駕你的 但我都不知道 他只是說我和我是朋友 表面好像很friend 但其實我很妒忌他 千屎和雪茲可能是一個黑子一個 但問題在前面都不知道他做過什麼 問題他都沒有說過 但他們有三批本 回到這裏 即是他本身都沒有怎樣說過 那個 同雪茲 對 然後就無緣無故說他有黑暗面 反而楊介也多一點 選第二男子一個 楊介有的原因是因為他經常說話 不是經常出來 就是千屎和喜歡功夫片之外 跟雪茲就知道他認識的 沒有什麼特別的 那你突然第二三集就說到他要懺悔 什麼 講回自己 以承認自己 對阿千屎 對阿雪茲是怎樣怎樣 但我覺得很怪 是 這個其實是一個奇怪的地方 可能第四天 說雪茲的時候 又說過雪茲以前的事情 但雪茲應該算是大人氣女國 但動畫出場兩國就進去了 然後還沒說他 不是 他都是屬於其中一個主角 應該第四天會說他的 一集就收了一個星靈後 為什麼呢 暫時都是這樣觀望 基本上有些人 不是說每晚被人捉 每晚被人捉 都說看完這個五夜空靈之後 捉了進去 如果裡面被人殺死 在外面便會死 是失蹤靈死 沒有了 你見到那個世界和現世界 其實布置一樣 屋子一樣 可能在那天殺之後 那個世界消失了 然後去到熱世 好像紅世一樣 對 封絕的類似 我不知道是否 對此 我們打雪茲沒完 現在三集 三集 三集 其實就 覺得發展可能會悶 如果有遊戲的朋友 可以看 對 一關關一關收到一個同伴 收到一個朋友 精靈球 但問題是他們沒有什麼打 但這隻遊戲好像都很大人氣 是啊 但我沒有玩過 回答你不到 因為原作本 其實我不是 屬於雷神業 我是玩真女神轉身 這個班底和他一樣 都是收穫一些惡魔 班底一樣就不同了 你不要當你是老老修 和全罪之冠 那樣東西 拿來對比 遊戲內一樣的 收穫一些屎魔回來 但他又沒有怎樣 交代那些怪物 怎樣來 是不是暫時都沒有 沒有說 純粹當他們 我知道了 他的大腦應該是那隻Kuma 哈哈哈哈 但是剛才 之前不是說Kuma 都是人 本身在現實世界是人嗎 沒有說過 有說過嗎 好像沒有 Kuma是現實世界 即是說話 沒有說話 Kuma那邊是住民 可能在那邊 他是響島 即是你這個國內 即是你生態理由 帶你那個阿婆 他要將你遣返 遣返 他引導他 出入的管理員 就是他負責帶路 做導演 做導演 其實是街道 其實他第一、二集 他的交代都不太充足 一開始就無緣無故 進了一部電視 然後無緣無故有些黑影出來 然後無緣無故有些黑影出來 電身 電身 然後第二集 無緣無故有個黑暗影出來 鬼衝眼鏡 鬼衝眼鏡 他只是說給你聽 這些人叫暗 還有被鼓 鬼衝眼鏡 他已經結束了 魔法少女狗 被魔力裏面 鬼衝眼鏡 我猜到你會這樣說 鬼衝眼鏡 戴一副眼鏡 不是嗎 他被鬼衝 但是越軍龍有馬 沒有戴眼鏡 沒事 繼續吧 我選吧 我們去下一部 這部遊戲 會喜歡遊戲的 會喜歡 至少你會看 我們期待 他是會插 不是會不止看 我們期待 看他之後會怎樣 下一部 我們期待 看他之後會怎樣 下一部 下一部 請用來 我來 給他 看一下 這個